梨佳 不是很好聽 果語 普通話 普通話 普通話比較好聽 Hello 大家好 今天非常之開心 和非常之興奮的一天 因為我們今天的YouTube 終於到了5萬個訂閱了 謝謝大家對我的支持 雖然這段時間 我自己就不在香港 就想到一個很特別的影片 可以為大家拍的 因為之前也想著 可能和大家做個Q&A 這個都可以之後 在Live做你們的Q&A的問題 但今天呢 因為很多人都有問 究竟我現在住的環境是怎樣的呢 所以今天 我就想和大家 show一個我自己的 這幾個月拍節目的酒店 就是怎樣的 今天就要做一個 room tour 好 我們首先 首先 因為今天呢 非常之好天 你看這個 這個窗 實在非常之無敵 然後 這個就是我一張床 然後介紹一個 很可愛的 小狗仔 是我在上海買的 牠叫Pudgy Yeah Pudgy 牠就是陪伴著我睡覺的小狗狗 非常柔軟 在Ministro買的 哈哈 然後帶了兩個自己的枕頭 然後這個就是 我平日晚上會讀的 很多人都有問這本書 就是Joyce Meyer的Ending Your Night 還有一本書 我的日記和聖經都有帶過來的 然後這些就是 睡覺的噴噴 無鼻滴 或者一些耳塞 然後這個就是 如果我的腳受傷 或者哪個受傷都可以貼的東西 然後有一些 如果不是睡得著就可以 做一塊這些 敷眼的 兒敷 然後 我買了個按摩椅 哈哈 是不是很好笑呢 哈哈 因為真的有幾天 練跳舞的時候 我真的 很辛苦 背部 然後呢 這裡就是 我穿了一次的衣服 我就是放在這裡 然後呢 今天的天氣 非常之好啊 你看外面 好舒適 好感恩 這間房間是有樹的 然後我今天呢 還有一個朋友在這裡 拜拜 哈哈 這個是我廣州 不是我廣州 是 我是這裡認識的廣州的姑娘 這個小姑娘 是的 大家好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 唐麗家 是啊 街嗎 我也不知道 是唐麗家 家 是街 街 最佳 女主角 那個家 最佳 女主角 是什麼 唐麗家 雞 雞 雞 好久沒有人叫我 唐麗家 雞 不是很好聽 國語 普通話 普通話 普通話比較好聽 好了好了 繼續介紹 其實呢 幫到這個房間 我特別幸福 因為我們表演之後 突然晚上就說我們的酒店變成隔離酒店 所以呢 我們是晚上差不多凌晨三四點 三四點 三四點 班酒店 班酒店 Oh my goodness 然後呢 我就不是住這個房間的 是住一個沒有窗戶 就是那個假的窗戶的 假的窗戶 你開那個窗戶 你是看到一個走廊 然後就 卡 然後那個房間又很小 然後呢 就有一天 我要出去的時候 我就看走廊 為什麼有一個陽光 下一次 然後呢 我一進這間房間 然後我看到這個陽光 我就看到我人生的希望了 哈哈 然後剛好呢 這裡是沒有行李的 那所以呢 我就立刻去前途 我就說 我怎樣都要這間房間 我要立刻搬進來 然後我就用半個小時就搬進來了 耶 不是每個房都有這樣那麼大的窗 就是可能有些是有 呃 這樣的窗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空間 然後 因為我是單人住的 所以我是不要多點錢 但是我覺得是值得的 對 所以就很棒 然後這是我 很好的一個朋友 大家可以多多關注他 他什麼時候有演出 4月30號 但是不知道延期對不對 嗯 其實也不知道 因為現在那個疫情 嗯 沒關係 那可以好好 有一天我可以看到你的演唱會 可以到 可以到 到時候親進去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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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繼續介紹 這是我新加坡粉絲買的一個咖啡 這個好好喝 這個拉鐵 謝謝Pris 從新加坡 然後有不同的維他命 這是維他命B 維他命E 就是對皮膚好的 然後維他命C 然後我的靈芝 然後這個 因為年紀大了 要開始吃這個 關火 關素 哈哈 然後還有這個是我偷我老公的 pre workout 就是排舞之前就會 可能喝一點點 就會有力量 然後呢 就有些新鮮的水果 這個是 我們的市長送給我們的 欸 你看到這個 老虎上面有個 王 Oh my gosh Oh my gosh A few moments later 我沒有看到這個王欸 真的王君興的王欸 對 然後 因為我是俗老虎的 真的喔 喔這個好有 記憶點 然後 今天再喝一個 拉鐵 也是這裡的粉絲買的 這個超級好喝 葉汁的拉鐵 挺好喝的 然後 買了一個小冰箱 你看 欸我怎麼講普通話了 嘿有牛油果 辣妹 接著 在這裡開始 很喜歡喝椰汁 接著有個朋友送一些 竹子怎麼講 吉 對 吉子 接著有我的小小的小食部 哈哈 有些麵包 紫菜包飯 有些protein的 巧克力 white wafer 然後這個是 自從武動奇蹟 已經很喜歡吃的 這個 這個 粟米熱狗 以前就是這個 當早餐吃 好搞笑 然後也是有些 滑他奶 茶小食 然後這裡呢 就是我朋友借給我的一個 煮食鍋 然後 裡面 就有很多的 即食麵 紙巾 哇 然後 下面就有其他的薯片 還有他們 買給我的一些 餅乾 然後 這裡就是乾淨的衣服 然後就有些摺好衣服 這個就是 酒店 穿外面的拖鞋 我現在就是穿房間的拖鞋 然後就有 洗手間 哈 化妝品 還有我的護膚品 等等 然後我還很搞笑地 我買了一個 浸肉的 一塊東西 因為有時候跳完舞真的很累 然後這個是浸腳的 浸腳還有一個 小小可以排的穴位 然後 浸肉浸腳 按摩 我這裡全部包 然後這裡呢 還有一個瑜伽的墊 然後有我滾背部的這個 Foam Roller 然後就買了一盞燈 這盞燈 因為它有時候 我日後就可以好像更加和 整間房間會舒服一點 拍其他東西的時候就可以改 然後這個就是我剛剛買的 一個Stan 可以拍抖音 或者拍YouTube 然後這個也是Fans買的花 多謝小兴兴們 啊 還有這個 這個就是 很希望我在 2022年 開開我自己個人的演唱會 Yeah 希望可以 因為真的 我的夢想 今天又有第二個客人 這個就是Maggie 我第一個好好的朋友 她是北京來的 但去LA讀書 然後她又是我的乘客 會來這裡按摩 按摩吃東西 可以來各種享受 享受 你要泡澡嗎小姐 我可以幫你泡一個澡 Yeah 想泡的縫 然後這裡還有縫裤子的 我幫忙 幫你這個縫這個褲子 然後呢 Maggie就是我第一天去做節目的時候 剛剛在這裡就撞正它 然後她就帶我去吃早餐 我們就是一個在早餐的時候就認識了的好朋友 Yeah 然後她就是幫我翻譯普通話 英文什麼的 然後這個也是幫我翻譯廣東話的 Yeah Yeah 好了 這個就是完成我的酒店的room tour 那大家可以放心 我這裡照顧自己也是非常之好的 老公就沒有陪我來 那她就繼續工作 我就在這裡繼續追夢 然後非常之多謝大家 這幾年支持我的YouTube 我們是不是都開了兩三年了 Kesada都兩年了 那應該可能開了三年我們的YouTube 那很開心 在這裡可以分享我的日常的東西 我雖然不是一個經常拍Vlog的人 因為我會覺得我很尊重我身邊的人 他們的Privacy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真的可以見面 我可能又未必這麼方便可以拍Vlog 那所以希望大家都體諒一點 那希望大家都 對啦祝我加油 我這幾個月要好好努力 繼續去做一個更好的表演者 好啦 多謝大家 希望今年或者後年 我們都可以有這個夢想成真 可以開到一個個人的演唱會 我跟Liga都是很一樣的 我們的夢想 都是很想開一個自己的演唱會 可以把所有的心機心血 所有的想法都全部放一個很美麗的一個晚上 可以跟大家去享受 所以下次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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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